疫情室內戴口罩接近第一天 賴清德脫下口罩拍照 至此好心情全卸臉上 接見國家建築金獎得獎代表 談國家願景 其實前一天賴清德才獲得 蘇貞昌力挺戰2024 不只政務還有黨務 去年12月開始展開賴主席的改革第一步 前進各縣市向黨員報告 更匯集成改革參考書 另外黨中央凡是接到民眾的電話 也要求都要做報表 掌握民意還兩度詢問主管 有沒有看民意手冊 甚至直接點問屏東市場處理狀況 因為就算是好兄弟潘孟安 曾經的執政縣市 只要民眾有疑問照樣盯到底 賴清德要帶領民進黨整軍在一起 還要延續中央執政 在擔任副總統的期間 也曾經跟賴副總統共識過 我發現他是相當優秀 相當合適的人選 2024率由誰出馬 看似大致敵定 不過新任隔魁陳建仁 也曾被點名是適合的總統人選 在民進黨大敗之際 扛下重責 總統陸第一關就是黨內改革 要先讓黨員幸福 挑戰2024才能走得更穩 三令新聞 林凱旭 孟宏宣 台北報導